12月13日,2018国际冰联巡回赛在仁川开赛 女双比赛中,国队的张瑞刘高阳首轮对阵本次比赛 口号种子伊藤美成早前吸纳 开局后双方很快便站着5比5 但随后早前吸纳伊藤美成抓住机会 连得4分,9比5取得领先 后半局张瑞刘高阳依旧没能适应对手的快速进攻 这样早前吸纳伊藤美成以11比6顺利拿下第一局 大比分1比0 第二局,张瑞刘高阳开始找到感觉 成功将对手代数相持 接转,比分也保持着交替上升的趋势 后半局张瑞刘高阳没能把握住领先优势 在使用掉一个技术暂停的情况下 被对手将比分反超 早前吸纳伊藤美成以11比9再胜一局 将大比分扩大到2比0 第三局,早前吸纳伊藤美成延续了上一局强势状态 开局就拿到了4比1的领先 落后情况下的张瑞刘高阳开始使用攻杀战术 连续得分将比分追平 9比9的关键球场 张瑞台内挑打失误 日本组合率先拿到了赛点 并以11比9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2018国际拼联总决赛正在进行中 中国体育 ZHIPO.TV将对比赛进行全程直播与报道 尽请关注